嗨,大家好,我是李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昨天晚上又下了大雨 所以今天露台花园上面的花又不用浇水了 我发现我们这里的雨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所以今天又节省了不少时间 我又可以披着篮子 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收获的啦 这个草莓有一个也快红了 之前已经被我收掉了很多 吃了好几个了 夏天的草莓特别特别的好吃 很甜哦 再来看一下这个水果黄瓜 有没有可以采收的 这一盆没有哦 上面一堆还是很小的 看一下这一盆 啊,大家看到没 这一盆有两个很大的哦 这一盆的话 之前这个心掌的枝条上面一串 只长大了两个 其他的三个都黄掉了 发现了吗 看样子 我这个盆可能用的太小了 所以它每一次的话 可能只会成熟两个 现在就把它摘了 让其他的再长吧 这两个水果黄瓜是不是很标准 应该很好吃哦 再来看一下这一个蓝莓 这一个蓝莓大家看到没 颜色已经是越来越深咯 变成了这种紫色 但是其他几个的话颜色好像没变 为了让它熟透 我还是先冷住吧 采收完了水果 再去喂下鱼 已经很久没有喂鱼了 因为养的都是这个鲫鱼和泥鱼 它的这个颜色跟这个下面的这一个黑色的布比较像 所以现在鱼都不怎么看得到 头点时看它会不会来 看样子得养些观赏鱼才行啊 要不然这个鱼看都看不到它 会不会来吃呢 四十六还是红局 三十五 明圆 两 二 正